不是很開心嗎?廖先生,你爭取了這麼久 其實開心就是開心的 不過因為現在到時我們爭取這幫人 雖然爭取了這麼多年 但是因為只有200個位 我認識的人,每個人都問我 一千元租嗎? 我說是看報紙的 你也看報紙,我也是看報紙 八百元一千元左右 我說不知道 他說是,有些人是沒有賣的 他說怎樣登記?怎樣登記? 我都去登記了 我們做開那幫人擔心 變成沒有需要的人 他覺得一千元租 我登記了,先不要執書 你猜一定多過200個? 一定多過 會超額多少倍? 很難說,因為超不超額 最重要是多少人需要 多少人不需要都去登記 現在我們擔心有些不需要的 他都說一千元,我先登記了 先下位,不要執書 一家大社會爸爸媽媽 再加上大哥二哥一起登記 然後那些真的有需要的 他每天都在賣 到時不知道登記到 那麼多人搶,怎知道能不能搶 大廖先生,這個世界都很難說 誰有真正實際需要 黃小姐,現在這個天罡區終於有明目 以及這次政府跨部門去做不同的工程 或者一些規劃去協助這個天罡區 盡快能夠在農曆年之前 有首批的租,希望能夠入場 按照你所看,這件事 我看應該是好事 但現在你們看到,有沒有什麼 是急需要去解決的呢 我想其實當然是一件好事 我們都爭取了三年多了 終於有一個這樣的事責 可以一些沒有能力去租到 領會商場的一些街坊 可以去試一下在這裏營運 可以謀賭生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但因為它在公佈之前 其實完全都沒有跟一些街坊 或者一些當戶溝通 所以其實我們中間是很多 譬如怎樣分配當位 或者當中怎樣營運 它會是用一種什麼營運方式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擔心 它會好像領會這樣營運 領會的方式可能它會限死 某幾多個數量的店舖 是要賣某一類貨品的 所以我們都在這些地方 會有很多憂慮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想 在東華三院正式去公佈一些 它怎樣營運 或者它怎樣分配 什麼人可以參加 這些細質之前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去一些溝通 因為我們其實都 我們團體過去那幾年 其實都接觸了大約一百五十個 有興趣跟我們一起爭取 要有這個市集的街坊 其實我們的名單裡面 都有一百五十人 它是二百個檔口 這幾天其實我們都不斷收到 很多不同的電話 所以我們其實 大部分都是區內的人士 區內的 是的 全部都是區內天水圍的街坊 剛剛我其實早兩天在電視新聞報道 也有聽到 民政專員他有提過 我就說這個市集會優先給元朗和天水圍區的街坊 其實已經是多了元朗的一班人可以申請 還有它是優先的 也就是說不排除可以其他區都可以登記 如果外區你不讓我登記 那真的好像有些歧視了 不過其實有一個幾大問題就是 一出了這個計劃 其實當區我都聽到一些聲音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現在租領會商場 其實那個租金 都相對今次政府公佈這個就差很遠 其實廖先生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現在領會約莫那個租金 約莫啦 當然有很多人家的私人協議 我們不知道 但是據你了解其實若果現在領會是商場的租金 如果月租的那些 小小都二三萬元租的 二三萬元租 一個月 一個月 而省檔那些很少的 現在很少省檔的是抽少少 那一天就1200元 所以差很遠的租金 現在計劃是八百至1000元 租那裡一天就等於租那裡 東華三個月一個月 如果抽中的話 是啊 那真的很像跟租金合作出的分別 我們是擔心有些商戶租那些 他寧願不租 我申請到我出來這裏 差多遠 人同此心而已 個個都是 我經營都容易一點 現在他有很多商戶 小商戶在街市 我吵了 今天都不知道是否夠交租 有得租來 得多少錢人工呢 那就很難計 不過接下來便會做 但形式上來 你們擔心有沒有跟你們做的諮詢 但究竟裏面做些甚麼 賣些甚麼 如果買了同一件事 當然競爭又會很大 到時如果經濟效益 一般的又怎樣 而且對區本身有很大影響 因為你打亂了原本的商業經營運作 和租戶和業主之間的一些關係 這個都挺特別的案例 其實我有另一種看法 其實做生意就一定競爭 如果沒有競爭就變成壟斷 天水圍的居民是很不值得的 這麼多年來買貴的東西 收入少買東西貴 真的你買每件東西都比外面貴 這就是壟斷 現在其實我要打破壟斷 就這些虛視 我覺得一個成功之後 要多些地方 去貢獻天水圍 得益 讓這些居民可以買到合理的價錢 所以就一定要有競爭 不可以說 做生意只有我獨市 我賺多少 這是不好的 以前也有類似這樣的做法 騰龍虛 經濟不好 2003年的時候做過 不過後來做了 那塊地是因為改變用途 所以沒有做到 大塊地都有 但又不是太受歡迎 大塊地當時最初 很多人都有去看過 不過始終賣的東西 不是那麼特色 有些人看過 就覺得 而且始終大塊地的歷史使命 在六七十年代 其實那個功用跟它後來作開有很大不同 因為當時其實有些唱戲 有很多其他東西 其實是一個民眾娛樂的地方 但往後其實重開大塊地當時 純粹是賣一些常用品 或者一些紀念品 所以這次的《湯家開》 其實能不能夠成功呢 其實都很看究竟規劃是怎樣 規劃不是單是檔位怎樣選擇 而是說那個售貨的種類 跟市民是否真的有一個適切的關係 其實我想問一下 阿黃小姐 其實你們現在看 在規劃上來講 我所講的規劃就是 跟市民的真實購物需要那些 其實擔不擔心 是否真的能夠配合得那麼好呢 我們其實看天水圍這個虛視 我們就過往 其實我們為何會跟街坊一起爭取 是因為我們看到 現時在河邊的天光虛視 是很成功的 而是越來越多人 我們最當初去示範 河邊那個是否自己 名渠旁邊自然形成的天光虛視 對 自然形成的天光虛視 我們看到它本身的貨品 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我們都有試辦過 問房屋處借一些場地 去示辦一些虛視 我們都會問日常生活用品 不是那麼吸引呢 我們都會邀請一些不同的婦女 去做一些特色的小食 但我們經驗發覺 天水圍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真是日常生活用品 是最好生意 牙膏 牙刷 毛巾 是 廖山是賣廁紙的 廁紙很好生意 還有雞蛋 只是只賣廁紙 只賣廁紙都很好生意 我想我們看天水圍的這些虛視 都要看回整個社區的狀況 可能跟黃大仙有些不同 黃大仙因為有舊區 當年也有一些房屋處的商場 天水圍就很不同 天水圍因為大部分都是領會的街市 領會的商場 其實區裏面是有30萬人的 這六個街市根本應付不到30萬的需要 所以天水圍本身這個社區 是一個獨特性 就是本身都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要有一個很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 是要服務這些居民 有很大的供應鏈 是啊 是的 所以我想現在的虛視還未正式做 我想都是要去再觀察 不過我們如果去看回現時自然形成的天光虛 其實已經是很好生意的 我們見到 廖先生 我一聽到剛才黃小姐說 你賣廁紙都已經能夠找到食 那我就很奇怪 因為有很多藥房賣廁紙之外 還要搭賣奶粉 在天水圍裏面是否刺紙是很欠乏的呢 不是刺紙很欠乏的 而是因為我最重要的價錢 其實那些街坊都說買貴的 買太多年了 我一天是賣一瓶紙赤紙的 一瓶紙即是去到嗎 差不多有二三百條 嗯 你幾點鐘賣去多少 未到收檔都賣光了 那麼你開幾點收檔又如何才行 有一次我剛出面下雨就在平台那裏做 我早上下午賣到兩點多賣光了 那你的工時短了很多人 那賣光了就收工了 有一次就在月秀公園那裏 又是賣到四點多 我們七點多人來賣 但十點鐘賣到下午四點多 十一、十二、一、二、三、四 即是你賣六個小時左右 那便賣光了 那你是密手做的 密手是找老婆幫忙 所以這個虛 將來都大概會走這個方向 其實在乎就是 你真的要去賣的東西是真的便宜 即是入貨 其實我們入貨條件是給財團差的 我又要經過批發商 這次我直接有間廠熟 你多少個牌子 一個牌子 你用單一牌子 你真是厲害過老字號 其實沒所謂的 你很容易價錢便宜 最重要是很容易價錢便宜 你一個牌子 它都是廁紙 它不用怎樣去什麼 很容易價錢便宜 所以天水圍有很多這些需要 今時今日我賣雞蛋 一樣是賣得很多 即是經營貨業買雞蛋 即是經營貨業買雞蛋 是的 這些衣食住行柴米油鹽 即是日常必需品 我覺得天水圍最缺乏必需品 因為天水圍的收入人不多 收入少 對於便宜一點 日常用品是很重要的 你反而奢侈品 例如名牌手袋 鑿鏡鏈 這些是服務遊客 天水圍本身是賣好 但可能遲些會有些遊客 附近地平會建商場 以及會建酒店 是的 其實這方面來說 黃小姐 你們有沒有想過 天光區會不會生存的時間 未必一定能夠比較長 因為原來區區裡的其他規劃 現在都已經在說 一些比較不同形式的 一些規劃的項目已經開始進展 怕不怕呢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將來真的附近建了一間酒店 真的很多自由行 或者區外的遊客都吸引過來的話 我猜做生意的人 就很有不同的眼光 我想只要那個營辦機構 它看到 它不要限制當戶要買些什麼 它們自己看著不同的股客的需要 而它有不同的服務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如果那個區市 我們不想只是服務遊客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看到天數維區 不是只有這幅地 譬如南區 或者我們會不會開放一些地政處 未用的公園附近的一些地方 我們不去到這個規模 不需要政府扔一千萬 去設備 而是好像他們在天光區 在那裏招航晚策 他們借一幅地方 即是規劃性 即是將它系統化了 即是不需要特別去 政府有一些設施 然後有個固定的一格格的行動 即是不拘捕就可以了 只要他們開放一個空地 即是好像以前很久之前的上環大大地 因為其實現在在天光區的街坊 都是自己推車仔 或者擺地攤 它開放一些空地借 可能星期六日的時間 繼續有一類的走鬼檔式的營運 其實都可以服務居民 其實都可以服務居民 細節應該很快就知道 是嗎 東華三園不知道會何時公布 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黃主席知道嗎 不知道嗎 不知道 不過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將我們過往幾年的經驗 或者我們接觸到居民的一些 他們的需要 或者他們的一些情況 都可以有一個溝通 即是和主辦機構 希望有一個溝通之後 他們可以考慮一下我們的一些資料 然後再希望有一個完善的公布 要不要入到會議 大家談一下 其實現在元朗民政署 都有幫忙去一些聯繫 希望可以在這個月底 會有機會可以見一見面